福禄侯主燈光雕秀 功成身退 台北燈節自2013年起 年年落腳花博園區 柯市府打算明年燈節 移施北門 以北門為中心搭配 附近歷史建築與燈光 效果將在明年1月1號點燈 把北門變成一個大燈籠 自從拆掉中校團員到 北門風華再現 柯市府不只把跨年點子 動到了北門上 規劃2017年元宵燈節 將從北門 北門郵局出發 沿著中華路經過中山堂 到西門紅樓 算算人行步道加廣場 共5萬多平方公尺 比花博園區還要大 以及周遭6000多個停車位 有地力之變 不要再會交通擁擠的地方 很好 不要太塞就好了 這個就是在你在做選擇的時候 戰略上永遠往前掛一步 在花博公園辦這個元宵節 就絕對就是安全牌 心理如一樣 柯市府辦燈節 向過往廟會風格說拜拜 生肖主燈每年不缺席 明年是今年 但可能取消機造型花燈 沒關係 因為你過了元宵 其他的主題也是可以的 一路上都是亮的就很好來 生肖主燈留不留 有待討論 因為北市府想學新加坡 學舞秀 讓燈光秀不限定在燈節 而是固定時段長期撥映 發展商圈構想雖好 但得先說服議會這一關 這次冠航 陳永文台北報導